Hello 大家好 今次的賽馬二汶錄其實跟賽馬關係不算很大 大家眼前看到就是一幅新加坡Google地圖 大家有看新聞都知道 今年10月5日跑完新加坡金杯之後 新加坡那邊的馬會就會結束營業 這個結束營業並不是馬會主動結束 而是那邊的政府就要收回這個馬場 去做一個住宅用途 那就是眼前我放大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大概是在克蘭茲那邊 所以就真的叫做克蘭茲馬場 好了 那這個新加坡的馬場 為什麼政府他決定收了它呢? 那我首先都可以說回一些資料給大家 首先呢 湯地的政府就說呢 它那個的產業 其實那個頭注額是一直下跌的 首先呢 入場的人口已經是剩下人至2600 其次呢 相對於2010年的數據來說呢 是跌了頭注額的 那所以都會是 一些因素令到政府想收回這個馬場的用途 收來就是為了去建住宅 那其實新加坡的那個住宅需求 是不是很大呢? 都真的比香港更大的 某個程度上 因為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呢 每平方公里呢 大概有7800多人 那個密度是進高過香港的 那而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新加坡呢 其實如果你看整個發展呢 它跟香港有些類近 都是會想在北部那邊呢 發展一些住宅用區比較多 那因為呢 我們香港都有這個北部都會區啦 而新加坡呢 也都主張呢 如果在住宅用途方面呢 都會大概會在北方那邊去建的 因為呢 南邊呢 如果跟大家看看地圖啦 你看到呢 好像有很多土地 那這些土地呢 很多都是透過填海填回來的 那左邊這一邊呢 就是魚郎島 還有這一邊的區域呢 如果你細心點看呢 全部都是跟煉油工業有關的 那我順帶要提一提 為什麼大家經常聽新加坡 哇 經濟中心啊 又說煉油 哇 好出名呢 第一它的確等了很多成本資源呢 去做煉油工業的 整個魚郎島呢 本來就是由7個小島 分散而成的 後來通過填海和規劃呢 慢慢又形成了一個煉油的大基地啦 那而南邊的另一邊 中間這個位置就是聖桃沙啦 以及呢 賓海灣公花園啦 大家去過新加坡都知道 這些這樣的地區都是重點的旅遊 和呢 就是經濟金融的中心 那所以這些地方 根本都沒有位可以再建到 啊 就是住宅的啦 因為已經是物質質的了 這裡 那麼 那左邊這裡呢 他就選擇了呢 就擺去煉油啦 那我都可以講一講 因為呢 如果你看整個 就是 雲觀看回這個世界地圖呢 新加坡的這個位呢 其實就是在馬六甲海峽的一個關卡來的 很多呢 就是西邊來的 船隻呢 都可以經過這裡 所以呢 所以呢 新加坡呢 其實是佔了一個挺好的地理位置的 那當然也是當地政府呢 李氏父子呢 都是用了很多心機和時間呢 透過填海 透過發展 透過規劃呢 塑造成一個 就是煉油的工業中心啦 那而中間這裡我剛才說了啦 聖桃沙和賓海灣那些呢 都是很重點的金融和旅遊勝地 而在右邊呢 已經是機場啦 這個就是張宜機場 那這一塊呢 我也想特別講一講的 這個是 給美軍呢 可以派一些船進來的 這個是 你看到這裡有個 Nafri Museum呢 這裡是一個 軍事用地來的 所以其實 南邊已經都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發展到 還有當時 新加坡在以前的政策來說呢 他決定這裡都是 因為質重於 經濟金融 所以就跟我們香港有點類似 我們這些經濟金融中心 當然他說 第二天 想做第二個CPD 啟德 但其實我們 講了很久都是 在港島 灣仔呀 上環金鐘呀 尖沙咀 中環呀 這個經濟中心的 新加坡也都不例外呢 都是南邊呢 主要是一些 重中之重的產業 至於呢 在它這個東北邊 這個東北群島 有這個烏敏島 和德光島 我上網查了一些資料 這兩個島呢 烏敏島應該會是 保持自然原貌居多的 德光島呢 就會類似一個日 是一個軍事用地 因為它很近 機場和這一邊的 軍事用途的土地 所以呢 這邊呢 都應該不會再蓋到什麼 屋的了 所以呢 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新加坡呢 要想盡辦法 蓋回主區域 這裡呢 去找地建屋 重建這些東西呢 香港就經常說 但新加坡呢 的發展呢 就不太可能 看到這些東西 住的 在現階段 因為呢 很多社區呢 其實都不是一些 很老齡化的社區 有些呢 其實就是 因為 新加坡的政府 將它設立了 動物園 或者是水庫 你看到呢 其實中間有很多 楷的那些 一大二大 藍色的那些 就是水來的 其實呢 它就 有好幾個的水庫呢 將那些 海水化淡了 變成淡水 所以呢 其實這裡呢 有一個叫做 叫做 Marina Berridge Dam 其實它就是做海水化淡 那所以呢 中間有些土地 又是不能動的 因為是水庫 還有呢 它又有很多 它的綠化的設施 所以呢 歸根究底呢 其實都是 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上面 它覺得 建這個 屋的土地 或者是 綠化 是重要過 馬場的 那當然 馬場第一頭 是在跌入場人數 是在跌 這個是事實 但其實另一方面 看呢 政府 在那邊的政府 都不是放了很多資源 下去 這個 新加坡馬會那裡 那實際上 新加坡馬會 是不是真的好大呢 那個土地用途 相對於 其他 譬如高爾夫球場 那些 它是大一點的 因為呢 在較早之前 已經收了 浴郎 和這個 吉寶那邊的 高爾夫球場 馬場已經 在說 再稍後 一批 會收的土地 來發展 你看看 這個馬場附近 這邊 應該不會移動 因為這個是一個 戰爭紀念館 即是那些 墓碑那些 所以這些 一定不會移動 而 上面 車廠 這些 說不定將來 就會整頓一下 連接一個北部的都會 特別呢 我看到 下一點點 那些土地 其實有一些區域 我們只要 調整 這個 衛星地圖 譬如這一帶 都是在建屋的 這裡 都是一些 將會興建的 公寓社區 所以 現在 新加坡政府 就是不斷地 透過 在市區 或者不同的地方 去找地去建屋 多過填海 多過在南部發展 所以 他們那邊 都可以叫做 北部 都會有個磋型 在這裡 說回 這個 即是 新加坡馬會 除了以往火箭人之外 大家其實都 說不說到其他馬 都不太說到 馬匹的名字 證明 賽事的水準 都不算太高 這一批馬 如果 將來 要遣散 還有人 怎麼做呢 應該很大機會 會運到馬來西亞 因為馬來西亞新生 其實已經連接住了 所以很大機會 那些馬 都會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遣散回馬來西亞 香港會不會有這個情況 香港是肯定不會有這個情況 因為香港投注的金額每年都在升 而政府是在收馬會有七成多的博彩稅 所以 只講錢 講利益 在香港是絕對不會 說 剷馬場 原來建屋 至少 肯定不會有幾十年都不會有這個情況 還有 為什麼新加坡會收回馬場呢 因為新加坡其實是有賭場的 如果大家都記得 跟澳門的例子一樣 澳門就是正因為 賭場都已經有足夠的強大的支撐力度 令到馬場相對色味 其實新加坡也是 新加坡也是有賭場的 所以這些加加減減的因素 會令到這個新加坡的馬會 哈蘭之馬場 那個地理的優勢 可能未必那麼高 產業也都其實是有些少衰落的 當地政府也都提過一點 他說其實賽馬產業 在整個世界的趨勢 都是一路偏向衰落的 年輕一代開始已經不會那麼重視了 那這一點呢 我就不會特別認可 視乎地區而定 但就香港來說 我都覺得香港呢 現在是少了年輕人看馬的 所以馬會才不斷用一些社交媒體 近幾年去吸納一班年輕人 但我就不覺得吸納到有多少 不過不要說那麼遠了 我覺得這些資料 可能都會給到一些大家啟示 為什麼新加坡的政府 寧願收到馬場去建屋 多過不如他去其他地方找屋 因為其實他可以做的選擇不多 而且其實他已經有很多土地 開始建屋 但問題是 他的人口需求實在太大了 那不知道大家又怎麼看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 然後他已經沒有發生去 然後他已經沒有發生去 現在就是說我可能不一定是很開心的 啊